您知道自己住的房子以前是农田还是河道吗 台北市的独发局将1945年到2013年 所有包含像是日本时代的测量图 还有二战之后的地形图 还有航测图 DSM树地表的这个模型等等的空罩 还有地面的资料 现在全部都输进到了大电脑的资料库当中 也因此融合成了一个3D的影像叠图 这个数值的精确到一公分 让你上网可以透过这一套的系统 就可以看见台北市的历史变迁 台北市独发局把1945到2013年 68年间的航测图 日据时代测量图和二战之后地形图 结合飞机雷达扫描模型 建置出一套台北市历史图资展示系统 比方早年的大安森林公园 是超大眷村和国际学社 如今是北市最绿意盎然之地 中华商场其日是火车贯穿的繁华商圈 拆掉后商圈多了林印干道 基隆河雨季泛滥成灾 在台北市向九转回肠 迂回绕道 在黄大洲市长任内捷弯取直后 大中小三处弯道拉成了直线 多了许多宝贵的新生地 那么把整个河道拉直造成现在 多了我们两块很重要的都市发展的用地 一个是我们内湖科技园区 另外一个是我们达文北段梅丽华这一块的 目前商业用地这一块 这套系统也用颜色标出了地貌的高度 同时也进行3D化的实景套用相当实用 那你可以把它跟现在的这个门牌 跟道路系统套地在一起 你会了解你家里在这整个大地的状况下 所占的位置 目前民众不需要再到市府查询地图的细节 只要用电脑申请就能够掌握到台北市的历史 和现今的地貌景观 记者图鸿恩 李正田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